歡迎今天大家來參加這場的題目 叫做維吾爾杯羹 這個就是對於 因為在十年前的今天 在布魯木齊發生的一件 由中國當局強力鎮壓的一件 對維吾爾的一個很強力鎮壓的事件 今天正好屆滿十周 那台灣在現在這個時期 我們在觀察這些事情 因為看起來其實 好像布魯木齊是很遙遠的地方 或者 中國叫做新疆這樣的地方 非常遙遠 但是實際上 其實我們大家同樣活在地球身體裡面 那我們應該會有一些 就是說 對於同樣是人類 所以同樣是 正至於處境都很類似的 我們對中國威脅的一群人 其實我們會有一些 可能應該要互相理解 跟交流的部分 好 然後我們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 所以 所以 這個 我們就要先讓這個 這個 伊利哈姆先生先 那個 來 跟我們大家談一下 他看到的這些事情 然後他的 看法是怎樣 好 謝謝 謝謝 我早上 到台北 這裡玩了以後 我直接上機場的話 就來不及 拿飛機 會議 沒動機 今天 之前 我們在中國大使館前面 本來預定要搞抗議的弄 我沒能參加 我來到這裡 和大家 一起 就是 回想一下 七五 十年前的七五 今天我們還有一個 大型的抗議 遊行 所以我今晚必須的回去 今天 和大家能在一起啊 我 看到非常高興 這 可能是一個 大家關心這個問題 當然 有 個別的朋友 是突然有興趣來到這裡 但是 有興趣來到這裡 就是對這個問題 有認識 那麼 西五 十周年 其實十年前的今天 我和我的日本的朋友 那天是個星期天 今天是星期五 我和我的日本的朋友 都出去吃飯了 我們還 我正在點菜 在這個時候呢 有 有電話 打到我呢 說 烏龍吉出事了 然後 有相片 給我傳過來 所以我 從那個場合 我馬上回到家裡 把有關的這個照片 這些東西 我就發給 各個新聞社 這是我知道的 烏龍吉 事件 當時 日本是 現在也是 在台灣也是 但是呢 台灣和 烏龍吉相差兩個小時 也就是說 現在七點半 在烏龍吉還是五點半 偏寒降的 對 就發生這些情況 我們 就把 得到的消息 就傳達出去 但是很遺憾 有很多東西 新聞社 和各個媒體 他不願意 相信這些 這些情況 因為 作為 作為人類 人對人 在二十一世紀 大家都想到的是 不可能 做得這麼絕 我們提供的信息 有很多 被媒體忽視 但是 經過十年以後 現在 看到 從兩年前的這個 維吾爾的基督營 相信這個 還是因為 在世界上 有名的人權團體 發出的這個 去年 去年發出的 有一百萬人 被關在基督營 這個信息以後 大家才想到 哦 有這麼個問題 但是到八月份 美國副總統 他在演講中 一百萬的維吾爾人 被關進基督營 這個時候 事件才開始 注視 相信 有這個問題 但是 其實 從 75 到 17年 兩年前的 四月份的 正式 讓大量的維吾爾人 帶到集中營 大量的維吾爾人 其實這是 那我們現在 回想一下 我們知道 這是 嚴守性 這是 計劃性 對 75 事件 我們維吾爾人 叫它是 大屠殺 75 大屠殺 從這天開始 因為世界 的輿論 世界的各國政府 沒有政治信念 對中國政府 提出 強烈的譴責 而讓 中共政府 感覺到 自己做什麼都 以後再沒有問題 隨著 他們迫害維吾爾人 和他們的 經濟的發展 世界就 忘記 有這個 屠殺 當時中國政府 發表的是 死亡人數 197 那裏面 90%是 漢人 那是 這麼高 但是我們 拿到的 消息 是 成千成千的 維吾爾人 年輕人 失蹤 他是 死了 還是 被帶到 神經病 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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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這裏 當時 因為 自己的孩子 在自己的面前 被帶走 然後 母親 過一月都沒有消息 去公安機關 找自己的孩子 第一次去找 說你兒子在這裏 現在這個母親 她也已經 沒有任何消息 當然 在維吾爾地區 在現在世界上公安的新疆 維吾爾這裏 我們叫她 公佈爾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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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我們 連我 我不知道 我的母親 我的親戚朋友 他們到底處於什麼狀況 這已經兩年多了 2017年4月份 我最後一次打電話給我母親 母親告訴我 不要再打電話 那我母親的安全 我一直都沒有打電話 就是說 這個計劃性的 中共這個滅絕政策 走到現在 成為 三百萬維吾爾人 被關進其中一 這三百萬維吾爾人的 這個 這個 優秀的孩子們 無人看 無人看管 因為 我的兄弟 他的孩子 我的兄弟 他進了幾中營 我要是 要把他的孩子 帶到我的家裡 這就是我支持 思想有問題 那我也得進去 進到幾中營 那我的孩子也會成為 活的國人 所以這些孩子 就被證明了 和諧到 所謂的 幼兒園 那幼兒園 也許沒有 看過那樣的象徵 看到寫的是幼兒園 但是牆上都是鐵絲網 有小的孩子 高強 上面還給他 發了鐵絲網 在世界上 誰見過這樣 這個人 這就是 維吾爾的現狀 有很多東西 在七五 七五時間發生的當時 我們給世界 出去的很多證據 是從內心的事 但是現在 過了十年以後 看到中共的欺騙 殘暴 這些東西 世界回鍋頭來 開始 重新 考慮這些 我們當時提供的 這些事 他說 他說 這二十一世紀 信息時代 你說我 跟武器沒有 兩年我都沒有通過話 你能相信嗎 有太多太多 太多太多的維吾爾人 都是這種情況 昨天 BBC 他就報道 在外很多維吾爾人 就找自己的孩子 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裏 大家都明白 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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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在外的維吾爾人 他有親戚 他有兄弟 他有父母 在那裏 生活在自己的部下 但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裏 就因為父母在國外 孩子留在家鄉 但孩子 不在自己父母的身邊 這是事實 所以這個 從75到現在 這十年 就是 共產黨的階段性的 最後很下心 他相信自己的發展 會讓世界 對他誤認 他的一切 他做的一切 所以 他 做的這一切 一切 滅得這一切 當然這個 禮物很多很多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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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聽起來 其實是蠻難過的 是說 類似的狀況 其實 台灣不是沒發生過 228事件 很多人離開了 永遠沒有回來 媽媽也不知道自己的小孩在哪裏 太太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哪裏 到處去問 完全沒有下落 有好幾個人到現在還是 完全不知道 人最後在哪裏 例如你冒生 例如黃天燈 他們都 到最後都不知道 他們到底在哪裏 那 甚至於把人綁架在那邊的 就是說 你 如果你去保護了 去照顧了另外的親友的小孩 你可能就要受到某種程度的懲處 就是說 他你可能是 知肥不報 你可能是包庇 包庇匪諜 你可能是這個 連父親為兒子做一點事情 父親就要上去辦 這種案例 在台灣其實都發生過 白色混合 在白色混合實際 這樣的案例很多 所以 當然一部分可能是民族之間的問題 另外一部分 恐怕還是那些 政權的本質性的問題 不管是國民黨 或共產黨 其實很像 因為這些事情 在228跟白色混合 其實我們也聽說過 好 那我們現在請 得多吃 我是沃爾太西 剛剛有一位朋友講說 這個名詞 東 土耳其斯坦 我們就是自己稱為東土耳其斯坦 但是當然中文翻譯叫東土耳 東突厥是同一個,還有很多名詞可能大家也不知道,維吾爾和回湖是同一個,回合也是同一個。 當年建立的這個強大的回湖漢國,就是維吾爾的祖先。 可是歷史上也有過東突厥斯坦這樣的一個西突厥斯坦,東突厥斯坦。 而且是跟回湖斯坦,就是回湖漢國是同一個時代。 大家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歷史上這是怎麼回事。 實際上是當初的回湖跟中原唐朝的關係是還不錯的。 我們雖然有過爭戰,但是是建立了很強大的軍事盧盟。 後來是回湖漢國跟唐聯軍將不斷進散唐朝的這個東突厥斯坦。 也就是東突厥,我們歷史上讀過的西突厥、東突厥。 我們知道東突厥他們是遷都以後變成東突厥。 然後呢,等於是維吾爾的軍隊和唐朝的軍隊聯合起來征服了東突厥斯坦。 然後維吾爾呢,這個東突厥就變成了一個維吾爾的領地。 其實維吾爾歷史上是一個征服者的身份出現多年。 而回湖漢國也是面積非常多,比當時的唐朝我打不知道多少。 歷史上維吾爾還有另外一個廣為人,就是我們是個商業民族。 就像中國北方長城以北的這些民族,那麼多不同的部落,不同的遊牧民族啊。 那最早建立城市,最早定居,最早開始農業的是維吾爾人。 也因此維吾爾人就變成是市場建立者。 因為你比其他人在遊牧,我們定居,那就變成,在定居的地方都會變成主要的交易時期。 Bazaar這個詞,大家知道現在在國際世界。 也就是維吾爾人,就是市場第一次。 那北方你能夠想到的主要的大的城市,包括現在蒙古。 比如說烏蘭巴托,然後說內蒙的所謂南蒙古的呼和浩特。 然後一路往西,比如說在現在的新疆的這個地方的喀什卡爾、庫哲等等這些城市。 當年就都是主要的市集所在地。 包括今天哈薩克斯坦,哈薩克斯坦這個國家,長年的首都叫阿拉木圖。 那最近他們遷都過幾個時間,他們遷都到更北方去,更冷的一個地方。 但是阿拉木圖是一個維吾爾的城市。 這些就都說明,維吾爾是個非常商業農民的一個民族。 維吾爾也還有非常燦爛的文化、文明的傳統。 我們有那種可以被列入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性文化,人類歷史遺產。 這樣的我們的音樂,我們的世界上最早出現的一部百科全書。 叫做通訣大四點。 這是維吾爾人所編列的。 所以說維吾爾,而且是種詩歌、種音樂。 我們商業上非常發達。 同時又是一個曾經軍事上非常強悍的一個民族。 維吾爾這個詞的意思是聯合的意思,融合、聯合。 說實話,它是代表的是一種征服者的一個心態。 就是我征服了以後,不斷地融合成為一個民族。 不過講到民族,講到名詞,我們講一些名詞的話,這些名詞也能幫我們了解歷史。 更早一點,我們要說匈奴。 我們大家知道,在漢朝的時候,那時候,北方面就叫匈奴。 匈奴這個詞啊,這個匈奴這個字也是漢語發音的理解。 然後呢,其實英語把它叫做漢。 但我知道英語是很不負責任的,對於原本的發音很不負責任的一個語言。 比較準確我們應該來講法文呢,就是拉丁文,它會跟原來的英語比較接近。 就是H-U-N是H-O-N。 H-O-N是什麼意思呢?在維吾爾語是實的意思。 為什麼呢?它是一個十足部落聯軍。 所以匈奴跟維吾爾人這樣有沒有關係? 可能我們當初就是十足部落聯軍之中的一個最主要的, 以至於維吾爾語才能夠被定名來這支聯軍的名字。 那另外一個名字,就維吾爾語之後,在被中國北方很強大。 那我都知道,蒙古。 蒙古這個詞是什麼意思? 跟大家報告,又是維吾爾語。 蒙古就是千男兒,一千個男兒。 就是因為蒙古這個城西斯汗統一了整個的北方的各部落之後, 要求各個部落每一個部落租一千個人, 給他當,幫助讓他形成他的部隊來打仗。 所以,成吉斯汗的大軍叫什麼呢? 就是千男兒論。 千男兒,維吾爾語就是蒙古戶。 蒙古戶那一塊就變成了蒙古。 所以,整個中國北方幾支民族,我剛剛講的是匈奴,維吾爾,蒙古。 他的名字,這個民族的名字形成,都是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中國的北方,以及相信當時的中國也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首先它是一個軍隊的名稱,它是一個聯軍的名稱。 只不過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之中,維吾爾成為最古老的定居的民族, 最古老的農業民族,最古老的商業民族。 也因此整個創造了,融合了各種不同的民族在裡面, 有非常豐富的、非常貴隸的歷史文化。 其實在中國這個地域範圍之內,我現在講,就是政治地域範圍之內, 能夠稱得上文明的,就是以歷史名為Civilization。 當然,黃河文明,當然就是到今天所講的漢文明, 或者中國文化下文明,各種名詞。 那是一個,當然無庸置疑是幾千年一個國家。 但如果一個國家內部有兩個文明統治存在, 這本來應該是這一個國家的幸運。 就是,維吾爾跟漢人能夠是一種互相尊重、互相學習的這樣的文化。 就像當初唐朝的時候,能夠有這麼。 過去有過這樣的歷史的時候, 可是,到最後漢人卻採取的是一種對外族的一種非常排斥的聲音。 其實維吾爾人對於外族統治並沒有特別的長時間以來, 並沒有特別的緊,我們也統治過別人,我們也征服過別人。 後來蒙古強大的時候,幫助蒙古人管理他們的財富。 然後蒙古的主要宰相幫助蒙古創造了蒙古文字。 所謂蒙古文字怎麼形成呢? 就是,陳吉思汗統一了整個北方的這麼多的部落的時候, 他的部隊到最西邊,到東奧河流域的時候, 好像是沒有文文,蒙古是沒有自己的文字。 我們大概都玩過那個遊戲就是, 我跟你講,那個遊戲叫什麼? 講到第五個人的時候,那個就已經完全完整了。 可以想像一下蒙古大軍,陳吉思汗, 從他的經濟戰,發了一個命令, 一路傳到歐洲的時候,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當時蒙古的這個國師, 也是長印的成像, 這個叫做塔塔土達,他是個維吾爾人。 就是跟陳吉思汗說, 就太荒荒了, 我們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國家, 卻沒有文字。 陳吉思汗就要求塔塔土達, 幫他設立蒙古文。 他就用維吾爾的拼音系統, 就等於維吾爾字母,發蒙古音, 就形成了今天的蒙古文字。 然後蒙古文字後來變成, 比方說滿洲人也用這個文字。 所以今天到北京, 看到太和殿旁邊寫的滿文, 那個文字是維吾爾的發文。 那個是維吾爾的最早傳給了蒙古人。 後來維吾爾自己信仰了伊斯蘭教。 之後維吾爾變成是大概, 伊斯蘭使得維吾爾變得非常平和。 我們的祖先是爭戰者, 我們的祖先是爭議者, 卻因為伊斯蘭變成是非常平和的民族。 我想,我講的這些故事裡面, 可能聽到很多跟過去想像不一樣的。 所謂的新疆, 新疆這個詞其實我很反感, 但其實我也不介意用, 因為它證據確鑿, 它就是新的邊疆嘛。 共產黨很喜歡說, 這個是歷史以來是神聖不可分割的, 而且共產黨割出去的神聖不可分割的土地撥得去了。 但是新疆, 它說是歷史以來就是中國一部分, 這句話呢, 它自己的名詞都已經自達而光。 所以在這種有一些名詞的了解, 就可以讓我們知道。 而我現在, 今天包括這個七五十周年的時候呢, 接受了幾個採訪, 上了節目等等, 回過頭來大家都談到一個問題, 就是唯有危害關係這個問題。 民運圈裡面, 在過去幾年我曾經講到, 說這個新疆的問題要值得重視, 但是民運圈裡也有個不同的聲音, 說這個維吾爾人在昆敏火之戰, 2014年的時候的這個無差別殺人, 五個人, 其中有一個女士, 她是懷孕。 我們今天還討論, 跟另外一個學者討論這個問題。 什麼樣的女人在懷孕的情況之下, 用採取這種自殺式攻擊? 什麼樣的女人, 會在懷孕的情況之下, 做自殺式攻擊? 就是絕望到什麼程度才會走到這個? 任何一個人, 所有世界上, 所有的自殺攻擊都是絕望, 每個人做的, 被壓迫的, 很多人都有很絕望, 但我相信, 在懷孕第一天開始, 她就又有新的希望, 每個人不都是這樣嗎? 至少, 我相信我所看到的, 我身邊的女性朋友影片都是這樣, 但她們願意走到絕望到, 願意無差別殺人, 那, OK, 共產黨喜歡說, 維吾爾是恐怖分子, 我們就定義一下什麼是恐怖分子, 無差別的, 針對無辜者的這種殺落, 而且, 目的是為了建立恐怖, 目的就是為了建立恐怖, 這幾乎可以是比較精準的恐怖主義的定義了, 但是, 其實這些人是為了建立恐怖啊, 政府在奧綢沙人, 在國務卿火車站, 在廣州車站來這種殺人, 她不是, 她在絕望狀態之下, 自殺之前, 根據我們的理解就是說, 所有的漢人, 根據這些人, 所有的害者都不是無辜的意義 所以是一種報復 它並不是一個純粹面對無辜者這樣做 但是誰符合恐怖主義的定義呢 就是共產黨 面對無辜者無差別的殺害 以圖建立恐怖 對勾對勾對勾 共產黨就是在幹這些事情 所以當今天我們在面對危害的這個話題 新疆這個話題的時候 我跟我的周圍的一些朋友們講 就是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漢人們是不是無辜的 至少在新疆的漢人 他是自動 本來是共產黨的受害者 同樣我們追求中國民主運動 這個希望能夠給每個人帶來自由 希望能夠中國在推翻共產黨的時候 各民族一定一起得到這種情況 所以如此說來 本來新疆的矛盾是中國政府 和中國人民之間 包括維吾爾人之間的矛盾 這樣理解是正確的 可是問題在於 在新疆的漢人是決定跟政府 站在同一面 所以這個問題 這個矛盾就不再是純粹的 這個共產黨和被他統治者 這個暴政專制者和被專制統治的人民之間的矛盾 它就上升變成了一個民族矛盾 而這個民族矛盾我非常擔心 我這個維吾爾族的民主運動 是非常擔心 可能要幾個世代 幾十年上百年 都不見得能夠真的離平 有違恨之間的這種仇恨 這樣一種 這個已經深刻到了一種什麼程度 我們知道新疆現在的這個所謂 再教育營 這是共產黨所用的名詞 我們今天既然討論名詞 就多討論一下 名詞啊 它代表有很深刻的這個政治含義在裡面 我們用什麼名詞 體現的是我們自己的價值觀 共產黨用再教育營 我們不應該用啊 它是集中營啊 旅邊的所謂學員 這是共產黨用的名詞 在我們講的就是囚犯 因為它是被政府強力驅趕進到這樣的機構之中 剝奪了自己的人身自由 剝奪對外的聯繫 這不是監獄是什麼 這不是集中營是什麼 所謂集中營的定義就是 這些人被關押是 按照歷史我們的一些這個這個 一個習慣用法就是說 這個被關押的這些人 它不是罪犯 他們被關押在一起 是因為他們的種族 或者是民族或者是宗教 納粹的那個集中營是集中營 後來二次世界大戰爭的時候 美國把日本人也趕到一個地方 也是集中營 這都叫集中營 那麼在今天 新疆的這個 東土耳其斯坦的 這個一百座以上的集中營 它絕對我們不能再跟著共產黨 叫它去極端化再叫你 這個名詞 這個事件在今天出現 21世紀存在 是全人類的持路 使用這個名詞是我們在印證我們自己的持路 什麼樣的人是 跟大家再講一下什麼樣的人 是極端化的 極端化的標準是什麼 現在 一千萬人的維吾爾人之中有 一百萬到三百萬關押在這個集中營 你說它是極端的話 百分之三十的人都極端 那這個 而且現在人數不斷在增加 這個已經沒有標準 但當初一開始的時候 共產黨設定的標準 會把哪些人挑選出來 我要去跟大家舉幾個例子 有四十的 有鬍子 鬍子不一樣 你要留小鬍子可以 有大鬍子 這就是極端分子 戴頭巾的女性 維吾爾是伊斯蘭教 就戴的很世俗化 我們不像阿拉伯 是要戴全兆式的 和這個面紗 基本上維吾爾是相對世俗化的 伊斯蘭民族 那是女性戴的頭巾 是很自然的 那這個是有幾兩個字 為什麼 那畢竟好奇怪 這個 奇怪兩個字已經不準了 這個 然後 封齋 如果你在 齋見月 大家知道 伊斯蘭的 Ramadhan的習俗 是一個 反正 在各種宗教文明裡面 伊斯蘭的Ramadhan 習俗是一個令 大家做 很景仰的一件事情 一個月期間封栽 如果這個期間維吾爾任何人封栽 幾段話 不喝酒 幾段話 不抽煙 幾段話 而到現在已經到了什麼程度呢 要求維吾爾吃豬肉 然後 三個維吾爾聚集在一起 在公開場合 互相講維吾爾 幾段話 講維吾爾 講自己最習慣的母語 天經地義的一件事情嘛 但是 這就是幾段話 而且這是公開的標準 就是說 共產黨在新疆這個地方的所作所為 已經到了一種 害人聽聞令人發誓的一種狀態之下 而所有這些都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那很多朋友剛剛來講說 想知道我們台灣能幹什麼 我想 說實話 誤誤還不知道 有很多人讓我誤誤 說你們要反抗 是啊 可是 而且當我們講到 剛剛 銀行也講到 沒有證據 西方世界要我們提供更多的證據 來證明 你們講的這些東西 你們這些異議分子所講的 什麼集中營 真的嗎 一百萬人很難相信 拿出證據來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我們知道 德國關押了幾百萬的猶太人 在集中營裡面 你們知道不知道 這幾百萬人的集中營 到底是什麼時候被發現 是在 是在 是在德國投降之前一個月左右 也就是說 二戰到了最後 盟軍進入了波蘭 進入了這個 東線的這個 胡軍進入了波蘭 西線的這個 這個聯軍 英美聯軍 進入到德國之後 才發現 有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呢 當然 德軍那些不可能 把這個 他當然是掩蓋著這個真相 而且被迫害的 猶太人 無力向世界提供 這個 任何證據 那麼同樣的 今天要求 維吾爾人說 你們講的話 沒有證據 不相信 這是一種 這是一個有道德瑕疵的要求 那麼同樣的 我今天在上節目的時候 有媒體訪問我說 七五事件 今天我們講到七五事件 說七五事件有不同的解讀 不同的說法 我說有不同的說法 這件事情本身就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你中國嚴密封鎖消息 你不准我們了解裡面的情況 所以我們不能夠用這樣的 共產黨的論述習慣 和共產黨所建立起來的 這樣的一種語言環境 我們不能夠說 七五事件有多種不同的版本 有多種不同的版本 就說明我們共產黨的版本 不能相信 至少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 可能今天在哲學星期五的時候 我講到這些話題下 講點故事下 講點歷史上 講一些名詞 想講一些語言 我們使用什麼樣的語言 我們什麼 我們如何面對共產黨的語言 我們如何面對共產黨的說法 或是恐怖分子 我們如何說不同的版本 我們如何要用 要不要用 在教底影響的名詞 這些也許是我們今天在座的所有朋友 可以一起思考一下的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的開心 其實他剛剛講到那個 維吾仁的過去的歷史 事實上這樣的事情 在現在世界上 還有一些人在發生 其中有一個是 讓我想到是庫德人 庫德人 庫德人 現在被拆成好幾個地方 那個 伊拉克 伊朗 土耳其 可是 然後那個 可是庫德人 曾經出過什麼樣的領袖 當年把私信王理查 打敗的那一個 薩拉丁 那就是庫德人 就是把私信王理查 打敗的那一個 所以其實歷史上 真的是說 維吾爾這樣的歷史 我們真的值得去思考的 就是說 中國現在用它自己這樣的一個疆域 然後去界定了它過去所有的歷史 因為有一些中國的民族學者寫到後來就是說 所以最後一定會形成一個大一統和中華民族 他要講成這樣 那是反歷史的 其實是反歷史的 那至於剛剛開始講到那個名詞也很 他說那個叫學員 對不對 我想到我們以前在綠島叫新生 這奇怪 他們這個毛病還是一樣 這個中國的統治者的那個毛病是一樣的 他們總是會去創造一些他們的修辭 然後他們會說不同版本 對這又很 其實到228 228到現在還有很多不同版本在那邊流傳 事實上是這樣啊 那如果就是說 你說那個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說 就是你在舉證上不可能的時候 為什麼產生舉證上不可能 是因為有一方他資源太多 那這個時候舉證責任應該到他手上 不是在另外一個手上 以前說我被 以前在白書公司我被刑求了 那你說你拿出證據來啊 以前我們的法官還很厲害 他還會 說你說被警總刑求啊 那就寫信給警總說你有沒有刑求他 警總說沒有啊 他說對 你看他說沒有啊 這個中華民國的法律就是這樣啊 所以現在的邏輯是一樣的 舉證責任在中共身上啊 他必須說我們沒幹這事 但是他怎麼證明你沒幹這事呢 那這個時候你這些少數的看起來 因為剛剛伊甸他們說到那個 人家都不相信 對那開始說這個 這個真的是他們有很嚴重的道德下司 怎麼可以要人家去舉這個證據 其實實際上是應該要相信說 在中共那個環境下 中共講的那套東西呢 其實是最奇怪的 最不可信的 基本上他講的那套東西 我想應該是這樣 好我們接下來請 那個何律師 大家好 因為其實 唯一我這個議題 在我認識伊里哈姆之前 其實我 其實不是很了解 那 在台灣呢 我們對 除了關心我們本身自己的人權問題以外 當然 國國這個 國國的人權 是我們 算是在台灣 這個議題是最早被大家所認識 因為有藏傳佛教的關係 因為有達拉拉拉的關係 所以 對我們台灣人來講 相對是比較親近 所以 當時會是比較關心這個 福國的議題 那後來 2011年的時候 我認識那個 伊里哈姆 因為他是 日本維吾協會的會長 那現在是世界維吾國大會的 亞洲及太平洋的全權代表 那 可能稍微 講一下 我所了解的 這個 維吾爾 或者是東圖絕斯坦這個歷史 那 其實 我們講東圖絕斯坦 其實就是 所謂中國的形象 那 是 維吾爾人在 這個 這塊地方 東圖絕斯坦這個地方 是生存的 那 其實他們 以前 就像剛剛 吾爾開西講的 是有非常輝煌的歷史 在 在 自古以來 其實跟所謂的 中國也好 或所謂的 漢族也好 是截然不同的 那 是在 在 1884年的時候 滿清 當時 派一個 左中塔 殺入了一百萬 以上的 維吾爾 然後 強力的 把 所謂這塊新的版國 所以他們叫做 新疆 把東圖絕斯坦 強力的併入 清帝國的領土內 這是我們所知道的 為什麼 現在 新疆被歸屬於 所謂的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歸屬於 中華民共和國 其實是從 清帝國那個時候開始 1884年 那個 左中塔 殺了一百 一百萬以上的維吾爾 然後 把這塊土地 強力的併入了清帝 可是 東圖絕斯坦 他們在 1933年 11月12號 1944年 11月12號 兩次都有獨立建國國 雖然時間比較短 但是 他們比台灣還強的地方 就他們曾經建立過他們自己的國家 雖然我們現在 我們說目前 我們最流行的說法就是說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國號叫做中華民國 但實際上 台灣在歷史上 還沒有真正建立過國家 台灣民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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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個是 他們想要回到大西 對 台灣民主國 你看他那個 他那個旗子 是一個畫一個皇谷嘛 對 他為什麼用老虎為標誌 因為 他還是奉 還是 他不管用龍啊 龍才是真正代表皇帝 所以說我覺得 台灣民主國這次 應該嚴格上來講 還不算是一個 所謂不利的國家 或者是所謂真正正式學上的一個國家 那所以我們了解說 東徒學斯坦 他們曾經有他們獨立的共同 那當然在很強 在 因為他的弟弟位置是比較特殊啦 他在中亞這個地方 那中亞這個地方呢 會有 有跟蘇聯有交界 跟中國有交界 其實在當時也有英國的勢力 所以說他們獨立的時候 當然要不是受到外國的援助 所以他們有辦法脫離 中華民國的獨立 但實際上如果這個援助的外國 又收回去他的援助的話 這個共和國就沒有辦法繼續維持 那我為什麼會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從唯我的議題來講 我們當然關心的是從 他們被迫害 如果從七五四季來講 這十週年以前 他們就被 這個 中國強力鎮壓 一直到最近是 百萬人 甚至於 兩百到三百萬人被關進集中營 人權受到非常嚴重的壓迫 我們台灣人的角度 當然是從普世的價值 關心人權 聲援揮握的人權 但是我也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今天 因為中國不斷的 就是散布說這個 其實他也不是不斷 他自古以來 他就是這麼講 他說 新疆是 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跟台灣一樣 台灣是他 自古成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實際上 他雖然是叫做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可是他從來 就沒有自治過 就像我們今天早上 今天下午 我們有一個記者會 他的標題就是說 從自治到集中營 烏魯木齊事件十周年紀念 為什麼 因為 這個自治 是虛假 是虛幻的 到現在呢 所有維吾爾人 是百萬人 被關押在集中營 他的人權 受到嚴重的迫害 但是如果我們想想看 這個只是單純的 所謂的 遺憾衝突而已嗎 其實本來 維吾爾領土 本來就 不是中國人 是因為受到軍事的 或者政治的強力的 攻擊下 才納入所謂清帝國的版國也好 到現在變成重化的民眾 國的領土也好 如果 他們自己 有辦法 獨立 成為自己一個國家 因為他本來就是 維吾爾民族 他跟所謂的漢族也好 是不同的 他自己 有辦法 獨立 有辦法 有自己的主權的話 我相信 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狀況 所以說 以臺灣人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 從維吾爾的議題 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從 人權的角度來看 當然 基於不是價值 我們 我們權力聲援 權力挺 維吾爾人權 另外一個角度 從主權的角度來看 就像 我們臺灣目前的狀況也是一樣 我們雖然認為 我們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可是實際上 我們也不斷的受到 中國的威脅 所以說 維吾爾的議題 應該是 還有另外一個面向 因為現在有一個 在海外 世界維吾爾的大會 那也是不是 維吾爾人的 應該是最高的 最高的政治代表 那當然 也不斷的從事於 這個自覺的 這個活動 那所以說 如果說 從人權的角度 以及從主權的角度 我們也希望說 有辦法在這兩個方面 東屠爵斯坦 如果將來能夠獨立 成為一個 回復他們以前的 這個共和國的話 我相信 他們才有辦法 真正 保護他自己人的 這個人權 主權如果沒有鞏覆的話 主權鞏覆 才有可能 確保人權 那我想說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 中國 這個政治上的中國 實在是一個 太龐大的地方了 如果他 每個民族都各自獨立的話 對世界 才會有合理 就我的想法是說 中國分裂 世界才會合理 謝謝 謝謝 好 蘇聯裡面 那結果 可是 也是到處鎮壓 到處壓迫 連 烏克蘭跟他相對還比較近 不是 哈薩克 吉斯這些 他連那個 他都壓迫 甚至在 在 1939號的計畫 可是 蘇聯 一瓦解 其他到他就 紛紛獨立 所以現在 其實前蘇聯 整個分崩離析下來 有很多小國家 其實中國也是啊 中國現在的很多地方 都是 這樣子 進到他的現在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 那個 所謂的 屠博 或者是 東屠爵 或者蒙古 然後還有對 那個什麼 所謂的 壯族自治區 等等這些地方 那甚至於 到清代 說實話哪個地方還有邊防 以前有一本書叫 那個 川傘二邊防紀事 川傘二 就是四川傘西 跟湖北的交界 是中國的邊疆 因為 對 因為那一個地方的山區 事實上的 那地方的人 跟所謂的漢族 是不一樣的 那他們住在山裡面 所以怎麼樣 所以其實當時的 這一個帝國 都還管不到他們 所以 實際上這個 這一個古老帝國 其實他現在只是 運用了很多 新的科技 新的技術 然後用很多的方法 然後來統治 這一個 這個地方 那這樣的一個 這樣一個古道帝國 如果一崩潰 當然他應該會分成很多 小的 這個 以自己為單位 以自己為單位的 這樣的一個小國家 我想應該是很有可能的 甚至於 連我們講的 漢人的區域 都有可能 會分開 因為 實際上我們 真的是漢人嗎 對不對 台灣的 就是福建 廣東這邊 很多是百月 很多是百月 我們最流行的 我們 台語裡面 最常講的句話叫 水 所以 那個字 在縮文解釋裡面 說是哪裡 講的話 是難儲之外 講的話 說好 好 是漂亮的意思 說為好為誰 水 那個是 縮文解釋裡面說 是難儲之外的話 那那個 洋雲的方言裡面 也有很多東西 我們 奇怪 那個地方是儲的地方講的話 甚至儲子裡面 廣東話有講的 眼睛看到那個 那一個字 那個也是 那個是儲子裡面的話 儲子 那是 楚國人講的話 福祉北方人 所以 實際上是因為 它建構 在所謂的現在的 中國本部裡面 那當然包括福建廣東 都算在中國本部裡面的 這群人 其實 很多人就 蘇典忘祖去 就忘了自己 祖先是百月啊 就是忘了自己 祖先是什麼 事實上是我們蘇典忘祖 不是我們蘇典忘祖 我們是中國人 你說你不是中國人 所以你蘇典忘祖 錯 我忘了我自己是百月的子弟 我才是蘇典忘祖 很可能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請建議 好來 我是這個曾建源 現在是華人壁股書院的 董事會的主席 華人壁股書院是 設立在香港 在香港是由有限公司成立的 所以 我們非常 就是說 最近非常忙 從 五月舉辦的 六四相關的經濟活動之後 分享香港的反送中的 路動 就一度忙了下來 那 華人壁股書院 今天 我們連續參加了兩場 有關於七五事件的活動 這表達了一個什麼 一個異常 我們並不是把 維吾爾當成華人 謝謝 先講清楚 我們這個華人是指 這個 主要有漢民主 一個中心的 我們是希望 這個 漢民社會 華人社會 能夠民主化 這樣子的話 不但華人可以 比較解放 漢人可以比較解放 被華人的政權 所壓迫的 這些所有的民主 統統能夠得到解放 那麼 只有在這個 東亞大陸 這個地區 所有的民主 可以得到解放的話 得到自由 可以自由 尋求他們 這個生活 這種情況之下 人類的文明 他才有機會 一路再往前進 因為什麼 這是歐亞大陸 全球最大的大陸的中心 它其實不是在中國 其實反正是在這個 中亞 的這個地方 那才是真的世界的中心 那 所以呢 就是說 只有真正的 這樣這個華 就是說 從我們的這個 書院的立場來說 我們要推動就是 希望 真的講白了 就是要把共產黨 退翻掉 那 這個 然後我們的基地 是香港 跟台灣 我們要結合 跟我們有同樣的 價值影響的人 共同來 促成這樣一個事業 那 這個 我們在了解這個 維吾爾的這樣一個 意識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也在 不斷地 在這個同時 我們也在反省 我們自身的處境 然後呢 我們 過去的這個 教育 我們國家的意識形態 怎麼樣讓我們 帶給我們認識 帶 帶給我們認識 維吾爾 或東突這個地方 所以 我也嘗試 來 回顧一下 因為剛才也提到 蘇聯網球問題 其實我是客家人 我的那個 我的祖先 我的 我的曾祖父 我的曾祖父 是從中國大陸 從 在大陸出生過來 但是我現在是台灣人 從 從大陸什麼地方來呢 廣東省的 正平縣 為什麼叫正平縣 為什麼叫正平縣 因為我們 我們被那個中原政權 鎮壓嘛 鎮壓所以叫正平縣嘛 所以我們客家人 客家人不是漢人啊 我們很多客家人 都是蘇聯網主 說什麼什麼 從北方下來 被鎮壓了 被 我們都不像一個正平縣 所以 那個 伊伊跟新疆 其實是一樣的 我們都面臨了這個 中原的這個 大帝谷啊 這種清靈 那 只是 我們這個 客家人 漢跨了 那麼 但是呢 這個 維吾爾族 他們 還沒有 那 我記得我這個 過去 有機會 跟中國大陸 的學者交流的時候呢 我曾經通過那個 從台灣 2月8日之後 逃過去的 我們 後來在 一個 大陸的這個 台 叫什麼 台盟呢 跟台 第二代第三代 台灣人 在談 這個 兩岸的問題 他們就很奇怪 明明你 你的爸爸 或你阿公 從台灣來 現在跟我們 對台灣的想像 完全 很多完全不一樣 然後呢 他就跟我們講說 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啊 然後他就講說 中國有56個民族 都是炎黃子孫啊 然後又講說 都是龍的船人啊 我說 那你把那個 56個民族啊 連土都攤開來看 是不是每一個都是 黑眼睛 什麼 黃皮膚 黑頭髮 是不是這樣子呢 不是嘛 那不是 那為什麼都是同一個祖先 所以顯然 中華民族 這個是一個 中華民族 是一個被建構的概念 我們都知道是 是青草混人 楊喜超 他的貢獻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對於那個 中國的歷史 對於新疆 或者東土 或維吾的歷史呢 其實當這個發展 在過去的這個 中國歷史當中啊 它是有一個 重大的轉折點 這轉折點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清朝 滿洲的這個大體國 如果不是清朝 不是乾隆皇帝 他這個太平啊 征服了這個 整個 那麼 就不會有 這個 後來 那個 新疆 那麼 所謂這個 新疆收復的問題 也就是說呢 在 在這個 明朝 的時候呢 其實 這個 現在所謂的 新疆地區呢 那都不屬於 中國的地區 中國的領土 那麼 當然 古代中國有一個天下的觀念 有一個這個 華裔秩序的 這樣一個觀念 所以呢 它會認為說 那西域呢 它是屬於 凡屬 凡屬呢 不是你的 直接統治的 領土了 其實 那個 它還是 它是 合同的文化 然後 他們自己的 政治的持續 那不能算是 中國 當然 當然 就是說 現代意義的這個國家 在古代的中國 它是 不存在的 所以呢 我們 就是說 要非常的謹慎 就是說 我們在讀這個歷史 或者是政治史的時候 我們要非常謹慎 去使用 這個國家的概念 因為在古代呢 在 清朝 被 在清朝或者是 中國呢 被 國際法的秩序 接納為 現代主權國家之前 那個 中國是不被視為 現在 就是說 這個 不被視為 現在的主權國家 為什麼呢 這個 他們對 古代的中國 他們對主權 等等這些概念 其實是 不存在 主權啊 人民主權啊 或者 國家主權啊 等等這些是不存在 不存在 所以呢 西方的這個國際法呢 它開始在歐洲發展 然後呢 為什麼這個 比如說 19世紀清朝末年 中國被受西方國家的侵略 它沒有幫你當成國家 它基本上沒有幫你當成國家 所以 所以 我們在看待那個 這個 中國的歷史 的時候呢 這個滿洲 大清帝國 它對 近代或現在中國的這個影響 我們必須去重新去認識它 去重複它 所以呢 像這個 最近啊 就是有一股 關於這個 清朝研究的 還有這個 中亞 或者是 這個 對 就是中亞研究的 這個 一個 新的一個 學派 我們 叫做新清史 這個學派 出現了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從這個 為什麼叫新清史呢 它並不是從中國 古代的 那個 朝代 定善的 這樣一個觀點 來看待 清朝 它是把清朝當成什麼 是一個 北方的一個大帝國 然後呢 中國本部呢 也是清朝 被清朝征服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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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什麼 就像蒙古帝國一樣 那麼 像這種新清史 或者是這個 新的一種 世界觀 的 發展 那麼這個是顯然 對於我們 去 重新反省 這個 中國的 漢人 世界 和維吾世界 我想這個 會帶給我們 非常多的 一些啟發 就是沒有什麼 天經地義 是自古屬於 中國的 這個道理 沒有這回事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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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清 大清帝國呢 它是一個 古代的大帝國 那麼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呢 從當時 我們已經 引清楚 古的 蘇州山的國民革命 它就是什麼 就是 漢人從 滿宗大帝國 獨立出來 所以呢 藏人 屠國人 他們也覺得說 他們也要 從什麼 也要從滿清大帝國 他們也要獨立出來 蒙古人 也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他們也獨立 所以其實是 在那樣的背景之下 那個 古代的 這個大帝國 瓦解 然後形成 慢慢 其實中國有機會 也許有機會 有機會 形成一個 新的一個聯邦的 也在一個 現代國家的 一個秩序 但是 當然歷史的一些 很多的因素 它 這個努力 或者這種想 這種 理想 並沒有實現 所以呢 當代的中國 還在怎麼 還在 呼吸著 十九世紀的 以前的那些 歷史的灰塵 還在用 古代的 中國的 大帝國的觀念 那麼在看待這個世界 所以呢 一帶一路 現在 風格現在有錢 他以為他崛起了 那麼一帶一路就出現了 那我們看 我們看一帶一路就好像什麼 那不就是什麼 這個 我們 什麼 什麼 張謙 班超 不是那套觀念的 現代版嗎 那 這個 好 所以我想 這個 我們在看待這個問題的時候 唯有我的議題呢 正好 讓我們 在台灣來講 我們反而 我們 就是說我們在面對中國的議題的時候 我們真的 它們是一個非常 非常重要的鏡子 讓我們去反省 而且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知道 就是說 我想談的就是說 這個 無論如何 我們雖然是台灣人 但是 我們是在 我們是在 中華文化的影響 擁造之下 所以呢 其實我們 最了解中國 最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 對於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 這黨國體制 對於 華人社會 或者是 被它所壓迫更加民主的 這個處境 我想大概 普天之下 台灣人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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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台灣人呢 是第一線 面對 中國大帝國 的侵略的 這個第一線 因為我們台灣 憲政民主 我們的存在 我們在這邊 暢所欲言 我們這樣的存在呢 它就反省出來 這個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這個國家的不正當性 它對它的人民的壓迫 所以 我們的存在呢 就對它 構成它的正當性 巨大的挑戰 所以其實我們台灣人 應該是非常勇敢的 因為 全世界沒有人敢得罪中共 但是我們台灣有一批人 就是 錢造賺 可是另外一批人造罵 其實是一個非常有 非常奇妙的一種組合 那 所以呢 既然我們台灣 台灣對於這個 崛起中的這個 中華大帝國 其實我們比全世界人 更有機會認識它 了解它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我們又代表什麼 這個華人社會 走向民主的一個 非常成功的一個典範 像那個 川普總統的 副總統 彭斯 經歷了演講 就把台灣 視為一個華人民主的 一個典範 也希望我們能夠發揮 一個燈塔效應 那麼去 用我們台灣的民主 證明 這個華人 也可以走向民主的 這樣一個道路 不是說 像共產黨講的 說中國人 是正在不適合 民主 那個是 一個國家 一個政權 能夠這樣說他們人民 他們人民 如果還接受的話 那真的是自我作見 因為全世界人 都在追求這樣一種 所以不是理想 為什麼中國人 不行嗎 中國人是外星人嗎 還是不是人 因為人的話呢 自由 對自由的追求 是人的本質 人的天性 那我們台灣 正好證明了什麼 我們華人 在中華文化 影響下的 這些人 這些人群 這些族群 我們也可以和 其他的 先進民主國家一樣 經營同樣的一種 政治的生活 而且 生活還可以 還可以不錯 還不斷地去努力 雖然我們 對我們政府很多的批評 對我們國家很多的批評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在聯合國的客觀的 國家幸福的這個批評當中 台灣是 在客觀上 我們主觀上 都覺得不太幸福 所以才會去年有選舉 的這種結果出來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很不幸福 可是在聯合國的客觀指標當中 我們是東亞國家 比日本還要幸福的國家 我們不是聯合國會員國 那不是我們自己做的 聯合國做的 聯合國做的 那 那所要講就是說 我們台灣 其實我們 在人類的文明的 前進後退當中 我們其實有一個 非常特殊的角色 然後呢 因為我們 這個中華民國 我們背了這個 這個架構呢 它也沉寂了什麼 以前的大中國 大中國之前的 這個大清帝國等等這些歷史 都在我們的台灣 不管怎麼樣 不管你喜不喜歡 在我們成長過程當中 在我們的文化當中 在我們國家意識形態當中 你會這麼去 它事實上 它也成為我們的文化的一部分 不管是好還是壞 但是我們當然怎麼樣 我們要把它變成一個積極的元素 因為我們最了解它 所以呢 當今天 在 內陸亞洲 有這群人 受到這樣一種 漢人政權的壓迫的時候 而且呢 這個漢人政權呢 運用了民族間的矛盾 把它變成一個為漢之間的民族衝突的時候 作為一個漢人文化圈的 華人文化圈的圈 其實我們 我覺得我們有一些道德上的責任 而且我們有能力 應當對這個事情 我們要有所發言 因為 人家搞不清楚 為什麼 一方面 這個華人社會 漢人社會 你在中共的這個 言論的控制 資訊的這種 這種閒置之下 他們比較沒有機會 了解這個狀況 而我們台灣 是一個 老漢言論自由的一個國家 所以呢 我們有機會 在這邊暢所欲言 把 關於七五事件 或者 在東土 在東土 所發生的 所有的事情呢 我們用漢語 用中文 讓中國的十四億的人 讓中國的十四億的人 他們都會了解 這樣的角色呢 沒有別的國家 可以替代 這個是 上帝賦予我們台灣人的一種責任 因為 我們不做的話 沒有其他華人社會 可以做到 可以做得比我們還要好 所以這是第一點 就是我們要了解到 我們台灣不是小福 我們對於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東亞的文明 我們身上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責任在 那麼第二點呢 這個 冷戰的一種 新的一種形式 正在形成當中 我們也看到什麼 所謂中美貿易戰的問題 那麼 這個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是說 台灣 這個 在這種新的 東亞的人 所謂新冷戰的形成 過程當中 我們國家的安全戰略 我們要怎麼樣來 重新定位 我認為這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問題 因為我們 因為未來的世界呢 是一個極權的 這個 中國 跟美國所領導的 自由世界的 一個競爭的關係 那我們台灣只好 在這個交界上 我們倒下哪邊 哪邊可能就是 最後的生命者 所以在這個 價值的選擇者 價值的判斷 我認為非常重要 而這邊就涉及到什麼 涉及到說 我們 在這個全球的 兩大文明的衝突 或競爭當中 那麼 我們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而我認為 因為我們和維吾爾 民族 我們和這個 被中共壓迫的這些民族 我們至少 我們非常了解他們的處境 我們有機會啊 比其他的國家 比美國更容易了解他們的處境 所以我們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 什麼 一個橋樑 中介跟橋樑 溝通的一種角色 所以呢 對於啊 他們 對於這個 比如說維吾爾人 他們目前所遭受到 這些壓迫的情況 甚至怎麼樣 甚至說 這個 維吾爾人 被逼迫啊 逃離到他們 逃離他們的祖國 在世界各地的 流浪的這種狀況 所形成的這些難民問題 其實我覺得 我們要把它 這個 視為我們國家的這個安全戰略當中 來思考 為什麼呢 因為 曾經講過 歐亞大陸 特別是 所謂西藏地區啊 它可能就是 世界的中心啊 對於未來世界的發展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地方 所以呢 我們如果能夠 幫助他們 那麼 共同來創造 這個地區的新的秩序 那麼事實上 就有機會改變 改變中國 改變 這個世界的 文明的這個 這個方向 所以 我想 我想這一點的話 在我們國家的 安全戰略當中啊 因為過去 過去我們把新戰 當成什麼 當成中國的部分 當成中國大陸的部分 當成新疆省來看待 所以呢 在整個國家的 這個 這個 編制 行政編制當中啊 我們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一個機關 把 那個專門 對新疆的問題 對東途問題 來進行研究 我們過去有 盟葬委員會 現在已經產生掉了 可是呢 我們 專責的 負責盟葬事務的 機關呢 其實在我們政府當中 陸委會當中 還是有這個因子 可是呢 這個 為我的問題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過 因爲什麼 它是姓江省 可是我是認為 就是說 這個 我們並不是從大中國的 主義的角度來看 我們是從台灣的 國家安全戰略的角度來看 那麼 如果 如果 我們 對於 中亞的 比如說 這個 一帶一路的問題 它對這個 世界 秩序的重量影響 如果我們 有機會 比其他國家更容易了解 來掌握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 我們國家 可以更加勇敢的 跨出 這一步呢 和 這個 維吾爾的民族的運動 我們跟它展開 盡可能展開合作 這個 不用擔心 這個恐怖主義的 這個公民 因為怎麼樣 國際刑警組織 上面寫的 恐怖分子是誰 那有名有姓的 不要隨便 把恐怖主義的 這個公民 關在人家身上 就像 熱比亞 或者 這個 艾莎 多利文艾莎 我們政府啊 過去把它視為恐怖分子 然後 不歡迎他們 事實上 他們都不是恐怖分子 我們都是受了 共產黨的這個影響 而 左右了 我們對於這個 維吾爾民族運動的 這種看法 所以我是覺得說 在這方面呢 也許 我們國家 可以在這個 相關的這個 這個研究機構 或者國家的這個 單位當中啊 可以考慮 從我們 這個 國家安全的戰略 我們的外交關係 或 未來這個 中亞的這個 這個政經的 這個關係的 拓展 等等這些問題 甚至包括什麼 我們的這個 民族政策 跟文化政策 以及什麼 以及我們現在台灣 最欠缺的 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最欠缺的就是 承擔 分攤 地球上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照顧 這個難民的責任 這個難民問題 是不是呢 我們 要把這個視野 放到 這個維吾爾民族的問題上 所以 我是想說說 從 雖然是 雖然我們是在海島 台灣 那 那 新疆 搞不清楚的 都說 你說這幾個 聽不懂 這很遙遠的地方 但是 我們現在 是自身在一個 第九村 我們上網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關於東圖的一些訊息 是真是假 常常讓我們非常困惑 像 特別是我在 華盟的書院 我常常接到一些 有關這方面的訊息 我實在無法辨別它的增加 我也不知道怎麼樣 對 政府有關單位 也來提出建議 那 我就發現說 我們對這方面的認識 和情的貧乏 那我們 是不是 我們國家 這個 是不是 未來 也能夠重視 這方面的研究 那麼 因為 我們要 如果我們能夠看重 能夠了解 我們自身 台灣 不是小國 而是 我們可能是一個 這個 有機會 扮演一個重要的 這個 人類文明的角色的時候 那我們千萬不要放棄 我們 可能和 這個被中國壓迫的民族之間 對話 作通 這種 這種 特殊的能力 謝謝 我們等一下會開放給大家 提問 在提問之前 我們等一下看一個資料 蠻好玩的 就是說 實際上 我們跟 東圖的情形態 或東圖覺得 其實沒有那麼遙遠 這個是1947年的 世紀評論 那個 在南京出的一個 它叫做 色分子從台灣事變縮起 有沒有辦法放大 那個 那就是在講什麼 從台灣事變 就是在講 二二八事件 但是它這個 這一個評論慢慢寫 寫到後面呢 下一頁 下面一頁 下面就提到了 那邊有那一個 提到了那一個 對 這邊 就是說 抗戰勝利之力 這邊 抗戰勝利之力 這邊 就是說 提到就是說 這個 邊疆的民 有這個 風起運用的發動 所謂自治運動 等等等等 那你就會看到就是說 它這地方呢 這邊講的是西康 然後從台灣事件 他想到 邊疆各列情勢 然後新疆 鬧了好幾年了 零遍 他是這樣說 就同樣的在1947年 這邊在談台灣的 二二八事件的 一個評論的時候 他提到了整個 事實上在他 他認為的整個中國的邊疆 事實上是很多事 所以實際上我們是 有關係的 不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都讓他們 這個 所謂的中國本部 弄了一個 有很大的麻煩 因為 因為他的腦袋 不變 他的想法 一直都是不變 那他大概就 沒有辦法 會覺得我們 一直在找他們的麻煩 其實是沒有 他這邊說 西藏處於半獨立的狀態下 應該東獨立 新疆鬧了 那個到現在所謂 這邊 東土耳 東土耳其斯坦運動 東土耳其斯坦運動 這是1947年 他這邊講 到現在所謂的東土耳其斯坦運動 所以實際上 在228事件的那一年 當他在寫228事件 評論這件事的時候 他也提到東土耳其斯坦 提到西藏 西康也有 譬如說他提到這樣的東西 好 那所以實際上 我們好像 OK 我們回到剛剛那裡 我們等一下就要請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跟我們 其實像今天很 那個 就是很難得 也好像他們 如果開心 他都在這裡 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歡迎大家提問 想看看大家提問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75事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我想很多朋友來這邊 就是因為我們很少 有機會聽到 維吾爾的議題 那大家都來這裡 有兩位維吾爾朋友 尤其是有一位從日本來的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你們的了解 跟真正的狀況是什麼 請先講他的內容 就是 記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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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導火索是 6月29號 在廣東韶灣市 有一個 港資的 叫旭任玩具場 一個很大的一個玩具場 這裡有 將近800名左右的 這個維吾爾青年 作為一個 勝於勞動力 其實 大量的 漢人流民 已經進入我們那裡 他們有工作做 反而我們的 在圖書圖像在那裡的 年輕人 沒有工作 把他們帶到這邊來 然後 說原因是 漢人 被解雇的漢人 正為自己的工作 被這些維吾爾人 給佔領 然後 他們 在工廠裡 散佈 用手機短信 散佈 謠言 說 維吾爾男性 年輕人 對 漢人 女孩 不敬 或者是 強暴 這樣的言論 然後 就出現 當晚 有二百 二百名以上 維吾爾人 白班 白天的工作 往裡不再休息 其他的 將近六百名 在工廠做業工 然後 然後 直接就衝到維吾爾 職工的宿舍裡 把他們拽出來 暴打 政府 說 死了三到四年 其實 死的人 很多 但我們還是無法 很重要 很重要 但這個 在這個 網上流傳的 這個 當時的 慘狀 現在在 在網上都可以 查詢到 棄武事件 或者是 網紅燒光 你都可以看到 當時的 漢人非常幸福 幾千的人 幾千的人 在那個 宿舍區裡 到處 暴打 維吾爾人 不管是 男性 危險 然後這個 事件發生以後 這個 很快 就在網上流傳 我們應該注意一個問題 門控的一切 一切的共產黨 政府 他這一次沒有 讓他文散 讓他在維吾爾地區發酵 然後讓維吾爾年輕人 向政府 所要的結果 那政府 這個 不是 一切的網上的這些 尋覓 就出現了在 七五這一天 從 六月二十九號 三十號 開始 就已經 向大家 在網上 留散這個信息 就是要大家在 七月五號 這一天 留散政府 要個公道 要個說明 這些東西 政府都沒有 沒有管它 然後就出現七五 那這一天 這個隊伍裡 這個烏龍武器的街頭 有很多很多的年輕人 是初次來到烏龍武器的 所謂的在南疆的這些年輕人 後來的很多的信息 就說 在這個六月二十六號以後 有很多所謂的中國的公司 到維吾爾的 維吾爾南疆地區 像年輕人 就說 有很多工作在等你們 你如果願意 你可以留下來 如果不願意 你可以回去 這是來回的車票 所以 有很多死去的年輕人的口袋裡 還留著 要回家的車票 大家相信這個來到這裡 這個 真實度 我們還有待去證實 但是 說 死了很多人 烏龍武器地區 烏龍武器市 沒有太多的人去說 我的兒子 我的親戚被失蹤了 沒有太多人 沒有太多人 就說 這是非常計劃性的 因為這些人 尤其到廣場的時候 已經有武警和這些解放軍部隊 都已經是全服務部隊 最先到場的時候退去 然後是武警 然後就是 出現 出現 開槍 射殺 在廣場 出現射殺以後 在很短的時間裡 能有活動 就不知道 維吾爾人區區區和 漢人區區區 在烏龍武器市 會不會非常清楚 維吾爾區區一夜中 就被 惡警、無警 這些解放軍部隊 就佔來了 也就是說 邊打邊洗 在烏龍武器 周邊 所有的消防局的車 都調到烏龍武器市地 就維吾爾區區區區 夜裡 用高壓水槍 清洗大街 清洗死亡 血跡 我們可以上網 可以查到很多 很多年輕人 七、八個人 當時就躺在地下 子彈穿通身 都說 這些年輕人都不知道 自己是為什麼死去 也許聽到槍聲 也許是 站在那裡 突然就被掃射了 麻煩了 因為現在 比如說 過了一年以後 都在下層道裡 都 有屍體 給拽出來 下層都被躲了 那下去一看 有人的屍體 都腐爛了 也就是 骨頭啊 這些情況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母親 去尋找自己的孩子 有很多很多的人 看到自己的 很多很多的妻子 年輕的妻子 就在自己的面前 自己的 自己的丈夫 被公安被解決 而自己的孩子 在父母面前被帶走 但是以後再找就找不到 然後過兩天 在母警 在警察 特警 的保護下 漢人 對沒有任何人 進行 事務機場的 調查 那這些東西 到現在都沒有答案 這75事件沒有答案 反過來 隨著來的就是 300萬人在紀錄裏 他們的孩子 不知道在哪裡 當然 是在高牆上 有鐵絲網的 所謂的幼兒園 但是 在幼兒園裡的 到底 是所有的失去父母 或者是自己的父母 在基督寧的這些 這些人的孩子 都在 還是 已經有一部分 或者成為漢人的養子 或者是什麼的犧牲 因為父母 沒有父母 在身邊 孩子 不知道去哪裡 掉到河裡 很潛的一個河 也許他太瞌睡了 也許是他 不知道 一二天 看到了 凍死的孩子 上天 再往上 流傳 風波 所以說 七五事件 正言很多 正言很多 但是 就像 波爾凱西 剛才說的 你要我證明 我怎麼去證明 活生生的人 告訴我的正言 我在 因為他自己 在 在 在那個地區 被控制了 他無法說這些東西 他傳給我 我在傳給世界 你還要讓我 進行怎樣的正言 這就是 一七五事件 零件事件不關系 有說的話 就是 又傳達的這個信息 是非常非常多 但是 大體的就是 這個問題的情況 如果 如果 將來還有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 還會 謝謝 好 謝謝 我 就有個歷史學者 因為這種證明 我在二二八看 真的看得非常多 那 以前都說是起來 其實有很多東西 是真的 非常珍惜 好 還有什麼 剛剛還有幾位 對 不好意思 剛剛 就是您 提到說 怎麼樣讓西方的世界 知道的真相 我的一個感想是 他有西方的記者 他在西方的 大的人體界的工作 他有記者證 他有外國籍 不是 就是說 他有譬如說 美國籍 或者是歐洲某個國家的國籍 他有他的安全保障 然後如果他有互分的華人協同 他能夠進入新疆做報導 這個可能是一個方式 是我很膚淺的觀察 然後我另外一個問題 想要問主持人 您剛剛很快的提到四川什麼的 您還記得嗎 說那邊有個地區怎麼樣 或者四川什麼 我正在記記 沒有記完全 你說什麼 在中國大陸內部 有一個四川整個地方 有一個地區是 有抗爭還是什麼 你提到什麼四川整個 主持人 是主持人講的 四川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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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西方 is 西方 西啊 西方 西方 以前在中國 西方 西方 中華民族時代是西藏的 其實有很多基本趣 就像您所說的 有很多美國籍的漢人 怎麼說呢 就是這個 父母是中國人 美國這樣的記者 他有報導啊 兩年前他就有 BBC 他也 但是我不知道 我們的政言不可以 這些記者的政言 也沒有讓世界 對這個問題 提起太大的興趣 還有一點 現在的幾個 聯合國 人權組織 可以說是中國人權組織 它全部都是 中國說了算 就俄羅斯還有 伊朗還有 還有那個俄羅斯 中國 沒有啦 在民主國家 像美國 怎麼說 美國 都說了 美國最初 聯合國人權組織 對 就是這種情況 不是沒有這些東西 都有 今天七五 七五十周年 昨天BBC 它就放映了 我的孩子在哪裡 中國政府 我的孩子在哪裡 大家都把自己的孩子 照片拿回來 世界有什麼變化 我們不知道 也許 今天星期五 大家要休息 星期六 星期天 休息完以後 星期一 它可能想起來 也可能想不起來 因為 從那個國家 世界在得到利益 我們想請教一下 從這個七五事件之後 中國採取了一些殘暴的鎮壓 或者清洗 或者甚至於種族滅絕的 這種具體的 壓迫行為 那 我們不需要 拿具體的證據 就您 所知道的 您告訴我們 謝謝 我要說 七五這一天 在無路無期 只要你 不管你是路過 還是什麼 不管是任何原因 只要是你在摄像頭裡 被摄進去 你都不存在 你都不可能 生活在這個 普通的人 之間 這裡面的很多人 你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然後從這天開始 就是維吾爾人的一切的一切 做的 做事 幹什麼都 都開始不方便了 因為從這天開始 你說什麼 維吾爾人 你只要有 你不是有 反抗的思想 但是你作為一個人 你說你這樣做沒有道理 不應該這樣 我們應該這樣解決這個問題 就這一句話 表明你有民族死的情緒 你就是被消滅 或者是被 被 被 被誠摯的對象 然後 同時他們又進行一個 突然間給維吾爾人 發放護照 因為維吾爾人很難拿到護照 突然 從2016年 年初 開始給維吾爾人 發放護照 讓你去自由 想去哪裡 你隨便 申請護照 我都給你 然後大家出去 然後2016年的年底 就開始回收你的護照 然後就看 你沒有出過 有很多人也沒有出過 但是護照這個 我覺得對維吾爾人是 求助不得的一個東西 得到一個護照很難 所以 你收的這些護照 他就 檢查 你去過哪個國家 去過一、三個國家 那你就是 那你就是第一 要進擊辱民 或者是被判刑的這些 他們是用這種方式 然後是有錢人 然後就是有名人 知識分子 所以說新疆大學的校長 新疆西班大學校長 新疆伊克大學校長 那些都是維吾爾人 新疆喀什 喀什大學的校長 這些全都 新疆教育廳 原廳長 這些都是 都被你抓起來 安心 昨天他還是 享受國家經濟的 科技 先端人員 那今天他還是 寫下去 你現在在維吾爾地區 找不到有名人 你只要在 這個人群都 有一點點影響力 那你就是 最先休眠的對象 有時間的關係 謝謝 我在這裡 我就要走了 最後 我非常感謝 突破指引會 給我們 安排今天下午的記者會合 今天這場活動 我衷心地感謝 周美麟理事長 謝謝周美麟理事長 謝謝周美麟理事長 我在這裡 我所願意向大家說再見 謝謝周美麟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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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美麟理事長 因為時間關係 其實也差不多 但沒關係 因為等一下 野生會要趕快去趕 飛機 明天還有活動 謝謝 我們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大家 proverb 也可以設立他交流 其實因為時間基本上也到了 非常感謝 因為剛剛破壞也有幾個移住在 還沒有辦法請他發問 沒關係我們接下來一次他可以再聊聊或溝通一下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